完全像有一個烘焙藥價的吳雪斬 將自己在好味經營13年的店面來觀看 特別回來後方做到搖烤麵包 加上自己有在做餐 所以麵包實在頂頂 大部分都是自己最新鮮 以後後客人可以吃得比較安心 將烹飪十種的冷鏡茶餐的烘油裡面 完全像有一位烘焙藥價和客店 細小的烘油烘出來的麵包 跟一般在店面售賣有什麼不一樣 雖然這座時間會油到很長 但出爐的點心更是保留8萬的水分 因為它這個搖烤的溫度 會達到300度以上 它300度以上之後這個木材 它會釋放一個叫遠黃外線的東西 然後我們一般的烤箱啊 它是從外面把它烤熟 烤熟進去 可是這種搖滷的話 它是從麵包的內部把它熟透出來 所以它的烤的時間會比較短 然後水分會保留的比較多 然後吃起來的麵包會口感很不一樣 後客店原本在這後不一定有開一間店面 但考慮到種種的成本 它就想要過上自己所愛的生活 所以就回到故鄉做頭囉 雖然現在賺的理順有比過去比較少 但是也更有心理 可以將品質最好的產品提供給大家 就回到鄉下可能賺比較少的錢 可是你可以做很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啦 反而成就更多東西啦 你在這個烘焙的路上 不一定只有在開麵包店可以做麵包而已 像我們現在推到鄉下在家裡來 這邊我們把它當成興趣在做 當成興趣在做的話 反而不會去計較成本的東西 而且你想要做出自己想要的那塊麵包 反而做的會比較充實 除了用油來煮麵包以外 因為自己本身就有在做餐 我家店就將所有的農作物 加在自己的麵包 一方面是先用土地煮完 一方面也讓顧客吃得安心 我的部分是把它當成興趣在做 就是它不管這個東西怎樣 我只把這個興趣帶到這裡面 把這些小麥灑下去之後 它能夠磨成麵粉的話 我能自己去做加工 自己去把它做成 一個麵包等於是一個圓 把我的烘焙產業做一個圓 興趣 現在人人都對食品安全 有親切的關心 希望五花店的麵包 可以讓大家看到 最簡單的堅持 為社會才的健康做好把關 現在立即參報道